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黄蜂113比102主场战胜老鹰 第一节来登开局连得8分 但马文维莲姆斯 莱姆和巴图姆也得见3分 双方比分胶着 节目林舒豪突破的版面中 老鹰25比23领先结束首截 第二节盲和3分球命中 特雷阳连续得分 双方继续了解比分 节目量再次突入篮下上篮得手 老鹰54比51领先 下班唱马文连续中投得手 篮目3分 野界老鹰9比0反超了比分 林舒豪上场后突破上篮得分 赫尔兰哥麦斯罚球之后又进3分 三节过后黄蜂把11比77领先 第四节破伊斯瑞斯3分命中 老鹰一度反超 但之后泽勒 蒙克哥自上篮 马文 巴图姆连终3分 黄蜂打出一波17比4最后 6分中领先12分 之后林舒豪连续中投命中 还有8球 但马文 蒙克 沃克屡屡做出回应 最后一分但黄蜂领先11分 比赛就此逝去悬念 全场比赛特雷扬得到18分10助攻 贝兹末26分 莱恩12分 踢不出场的林舒豪 九投期中得到19分2助攻二场段 黄蜂这边 沃克29分7助攻三场段 马文威连姆斯 20分7篮板 巴图姆10分 蒙克13分6助攻 赫尔兰哥麦斯 9分9篮板 本文威连姆10号作者原创 未经收全部的转载